安安 大家好 沒錯 大家看到這場地就知道 我們要來趁雨球的熱度了 現在雨球已經是我們另一項非常厲害的運動 我們今天就要來教大家打雨球 然後我們邀請到這位嘉賓 也不簡單 他是世界百大球員 而且也是我們中華台北雨球代表隊的選手 廖啟宏 廖教練 哇塞 廖教練 水水水 對著鏡頭擺個帥氣子 講一下你的風功 委員給我們聽一下 中華民國羽毛球協會甲主球員 國中高中全國青少年盃冠軍 我跟你講啦 重點是 人家是我們李楊的是不是室友在這裡 我跟李楊是世青雨球代表隊集訓時的室友 聽說你還曾經擊敗過他 我高中的時候擊敗過他幾次 超級次 真的擊敗過他 高中時候啦 李楊可能是看到我們不要那個 我們這一集很明顯就是來趁他熱度的 其實在這幾天啊 我都有打電話 每天他比賽完我都有打電話給他 關心一下他戰術發揮的怎麼樣 不敢說是指導 畢竟人家現在已經是到非常高的地位 我們以前睡啊 在集訓的時候 他是上下鋪 我們兩個都互相睡上鋪 上鋪睡一睡 一言不合 直接拿球拍下來開始練習 在台中練羽球的朋友們 現在這個時候還不找廖教練練 要找什麼時候練 來 你的羽球館名稱 報給大家知道一下 永育羽球館 我們今天就請廖教練教我一下招式 因為畢竟我是初學者 然後呢 我們就直接開打 我們剛剛燒完暖身一下 我覺得非常的難 你教我怎麼握棒好不好 我先教你反拍的部分 反拍大拇指壓著這個大餅 壓什麼大餅 對 就完成我們一個反拍握拍 反拍就是這樣嗎 對 反拍就是這樣 把你的手肘抬高 他就變成是反拍 好 瞭解 正拍的部分 正拍 我們手比一個七 手比一個七 沿著球拍錘子的時候下來 扣住 食指在上 食指在上 手心會控出來 在我們控制的時候會比較靈活 我們發力啊 其實很講究的 從小拇指開始捏去做發力 小拇指 無名指 中指 食指 退出去 就是你不要握屎啦 然後用這個拇指當輔助 然後其他手指頭去發力這樣子 推 聲音就出來 這就是我們的發力 我跟你講 球技不如你 我們夾西總要贏人好不好 OK OK 我這支球拍 跟我們的麒麟選手拿是同支的 哇靠 我拿這支會不會太侮辱他 這支是我的 好啦 比賽了 不要講那麼多了 OK 來吧張力 決鬥開始 不要讓我跟妳講 啊 我靠 怎麼可能 我殺球 我殺球 給你機會 我殺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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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高一點 我殺球 通常這種跳殺沒有殺到的情況是怎麼樣 我們大部分會直接離開場地 就是不會再在場地 了解 給你機會 我殺球 非常好 OK 這是不是就是小袋常用的招式 對 那就是說 我們在準備的時候 一開始先把球拍舉起來 好像要鋪球 對 最後突然轉變成 放小球的動作 就這樣他就會輕輕過去了 也像是這樣 我要鋪你了 最後變放小球 欸我試一次 我試一次 我試一次 我殺你了 欸靠 欸 哈哈哈哈 我 過了 欸 我 過了 欸 啊 用錯地方了 要在前場才可以 前場才可以用就對了 對對對 欸 浪一下 好 那我用左手 好 你用左手 你用左手啊 其實我左右手都可以啦 真的喔 對你的話 我打 啊 看我掉了 一小 哎唷 哎唷 啊 哎唷 哎唷 啊 哎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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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牌 金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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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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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最後這一分我打沒什麼意思 我請槍手上來 好 加油 加油 這個實力跟他差不多 對你看接得出他的球 厲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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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殺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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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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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 教練 我跟你講 雨球真的不簡單 真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運動很棒 很謝謝你來幫我們推廣這個運動 什麼話想給沒有打過雨球的朋友說一下 好 其實我以前從選手到現在變成是教育工作者 那其實一直在宣導就是說 雨球 你只要正確的學習 基本上你可以讓你打雨球的壽命 變得很長 所以如果想要打好雨球的朋友們 盡量好不好 去尋求正確的管道 不要隨意的在網上看影片 所以說我看到戴志穎怎麼打啊 就想說要學戴志穎 待會就很容易會造成受傷 對 也謝謝廖教練在幫我們基層奉獻 感謝 感謝 好不好那我們 我們超鬧挑戰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再打一下 繼續錄 幹練了沒 這樣子嗎 是要這種嗎 再一球 再一球